現在有這麼多農民朋友的驚離時世 都回來跟國共接受處來的農事 在第三點就一位年輕人 關本地掛館室吃頭肉 後來因為爸爸請和受傷 所以三點回來照顧爸爸 也來接受爸爸上放不下心的農業 他也運用年輕人堅持做優勝環境的政治理念 來證明做某個案例子 三日新聞請我們坐回來了解 他比成熟度會比較熟一點 檢查到手頭的紅粱果準備要來採收 我們親手看到這位青龍 原本在外觀期做工作 因為爸爸請和受傷 算得回來照顧爸爸 跟這家爸爸最重要的農業 大紅有富貴紅有蓮花有食火泉 但是現在在純化當中 盡量就是把其他的不同的品種 全部都剔除 然後保留大紅跟富貴紅 但是大紅還是會比較大種 因為他比較算趨勢 現在大家都是慢慢的想說 會比較好吃一點的 青龍 林明睿 雖然沒有真正做四種紅粱果 是都相當的成功 但是剛開始回來這麼出事 因為跟爸爸製造的力量不一樣 是常常在空間 更是要做優先環境的製造方式 來進紅粱果 甚至到現在爸爸都覺得說 什麼都是有毒的 你種什麼都不行 都一定要不能用毒 其實這個真的是需要一個很長時間 去溝通 堅持 因為其實在家人都不贊同的情形 像你堅持要去做友善 其實是一個很累 而且又很 當你收穫又不到那時候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失落感 其實也曾經想說要放棄 因為真的友善不是那麼好做 因為我是比較傳統性 要人家比較有的工資 因為現在政府的福度也都不一樣 年輕人發育沒關係 因為現在都是要走這個 做無毒的方位 因為我就是無毒的 你要想辦法去求 看他有的成就 我們看得很重 看紅粱果看得 欸 禮拜有進步 可以 我很高興 我送禮什麼 我怎麼這樣 鼓勵要加油 加油 好吧 對農民朋友來說 要使用優先環境競爭的方式 身份是比較比較高 也很辛苦 李明銳對爸爸反對做到現在 慢慢地到靈動 也表示 不管如何辛苦 也會更新自己的理念 來進出無毒的紅粱果 並將爸爸最愛農藥來團身下去 繼續參考無毒